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得休息一会儿 我会在这里照顾他 明天你先去一趟藏宝阁 藏宝阁 初赛前十的奖励你还没领呢 盟主大人 您说要让龙浩尘单独去领初赛前十的奖励 没错 我对这个孩子另有安排 毕竟他可是联盟历史上唯一的光明之子 晚辈龙浩尘 前来领取进入猎魔团出赛前十的奖励 这是令牌证明 我管你出来干嘛 这人好强大的威丫 这人好强大的威丫 我竟然连手指都动不了了 躲呀 你有本事再给我躲呀 前辈 我应该没有冒犯过你 冒犯 活在这天上就是对手的冒犯 你敢看我不把你砸成马不活 看我不把你砸成马不活 看我不把你砸成马不活 你又在这里欺负晚辈 你又在这里欺负晚辈 我能来看他一眼就不错了 走了走了 前辈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必在意 他向来如此 你跟我来吧 老夫杨浩瀚 你可以叫我杨爷爷 杨爷爷 这就是领取奖励的地方吗 嗯 这里的武器装备 都是联盟几千年以来的珍藏 他们在等待每一个有实力又有缘的人 跟王爷爷 跟王爷爷爷比赛完 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武器了 这次一定要找到合适的 否则接下来的比赛会很被弄 这把剑 叫月影 是一位九阶法神 在风暴之巅找到的 他们冠以急俗之名 你可以试试 每把武器都有自己的得主标准 显然 他并不认为你该选择它 引冰之刃 是用一块被冰封于万年寒冰中的龙骨所制 剑身所过之处 皆化为冰霜 他是寒冰属性 也不适合我 这面盾牌凝约裂命 据说是以魔神之骨所住 唯能无匹 但可惜 恶魔气息过于浓厚 好强的杀技 有的武器 就像这面盾牌 考究的是内心 所以 我已经给你选定了一个目标 这幅画通往麒麟山谷 里面有一把沉寂了六千年的奇迹之剑 是联盟最具潜力的武器之一 几千年来 无数强者前来挑战 却无一人能得到它 究竟是什么样的考验 竟然千年来都没人能通过 入眼之境 皆为考验 遵循内心 才能通达真意 圣月 你又在干嘛 就这点实力 连我家台一根手指都废不上 也不知道那丫头看上它哪儿了 嗯 光明之子 如果连你都无法获得它的认可 那这把剑 将再不重见天日之师了